《戰神360》想問Andy最新對TESA的看法 還信不信Elon Musk? 我相信 其實不是只信Elon Musk 其實我們相信他後面公司的DNA已經開始出來了 補充幾件事 當然昨晚收了市之後有個消息 就是他AI的主管就下降了 但這個演繹 當然他們的AI是很重要的 甚至跑人行內很多 甚至可能崑美某些純科技公司的AI 但是究竟這件事會不會市場演繹得很害怕呢? 還是其實已經覺得 其實AI真的做了很多事情 發覺都開始某程度上 去到某一個樽頸位 需要一些新的元素進來去突破呢? 因為其實這個我覺得暫時我擺開一點點 我暫時還沒想到 究竟這一個人的步驟是真是說好事還是壞事 但是我想補充兩件事 第一就是其實我自己本身就很期待 市場會不會傻傻地 就七月的時候 就借著他的工廠 要突然停一個星期左右做升級 的時候會低股價呢? 但是好像沒有了 暫時沒有了 就是看看會不會 我自己就覺得如果Tesla要回落的話 不是他自身因素為主的 應該是一些宏觀因素 例如你會看到這幾天他走得差一點點 其中就是星期一 就是又是突然間內地疫情的消息 大家真的會害怕 會不會又發生 你的廠要停的? 是有這些東西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想說 如果他真的在第三季 突然間有些關於工廠上的消息 壓低了他 我自己覺得是很值得吸納的 就是我自己在等這一季 可能不是平時說 什麼玫瑰幫我女兒操的 可能我另外自己加住去吸納的 原因是因為其實 如果根據他六月說的說法 六月是他公司的生產量按月 其實是創了新高的 而如果根據他們現在說的 升級了 到時升級了 廠的生產效率 是提升三成的 所以其實如果是這樣 我們覺得會有多大的吸引度 你現在短期 你當著它在橫行 其實這個橫行的範圍 其實很早已經說 我們暫時覺得這季領 由第二季已經開始說 可能現在暫時還是確實的 就是說 大概六百多到八百元 暫時也是這樣 另外其實還有一個反應 比較重點一點的 其實我們都是 看回美國上面的工程師去看 以Tesla的Structural改變 大家都記得 大概兩年前左右 其實Tesla就說過 我們會將電池融入車的結構裡面 過往其實電動車是你整齊過程式 另外你會將電池融入車的結構 就是飛機其實以前也是很重的 那就是將燃油那個 你當作草油的地方 分開的 後來他們為了減散的重量 就把草油的結構 都成為飛機的結構之一 就變成了整架飛機輕了很多 而他們最近這一個新的一套的車 就真的用了這個情況去做 而且其實是做得挺有效果 根據那些工程師的量度 就是說其實你當整個內籠 就是說車的car seat 就放在它的電池底盤上 就是成為了車的底盤 那所有東西其實的重量 是比別人就這樣一匹電 其實可以想的一件事就是 除了說車輕了 其實效率會高了 第二就是它的毛利也會高了 因為其實它的成本低了 因為大家不要小看 Tesla有件事是怎樣將零部件簡單化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你以為我多一個部分出來 我只不過貴一點 但是你忘記了一件事 右邊有很多人工費 我都在想一顆螺絲 原來節省一下整個車 節省幾百顆螺絲 原來節省了多少 但是你人工費都不少 尤其是它現在很多廠都是一些 就是在西方國家 那邊的人工是高的 所以這件事很重要 我只舉了一個量費 成說這麼多Tesla 如果大家去留意一下 它們現在最新的YouTube 有些片 就完全感受到什麼叫省成本 但又很有效果 它將一輛Model S和Model X的一個行程 變成一個影片 告訴你 你買了一輛車 麻煩你也看了這輛車 你才可以開車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很強的 市場推廣 就是它透過一石二鳥 又教一些用家 又順便告訴其他准買家 其實我們的車有多強 但是除了你說省成本之外 我只是想舉一個例子 在這段影片裡面 大家會見過它有一個新的軌盤 就是好像長方形那種 是的 它已經不是叫steering wheel 它們的名叫york 但是其實我想說 如果要留意 它現在將所有的打燈的訊號 傳統的一個軌盤 後面是有兩支棍 就是說水撥 打燈的訊號 但是它現在的york 是沒有了後面的軌盤 就全部用了你手指公司打機 好像拿著PS4都可以 總是按鈕 我只是想說 你看上去 它好像只是省了兩支棍的成本 但是其實它後面的零部件 還有裝陷 其實你想想 只是這麼簡單的一個軌盤 它省了很多錢 所以在幾個月 這個叫做最近一個多月的一些更新 就是對於Tesla上 究竟怎樣去將它的效率提高的一些看法 所以為什麼會令到我覺得 如果第三季在某些原因 有一個低的情況 我自己可能會特別另外加注 是的 唉 MYE fare MYE 我也 loss 4 20 斷 侯